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8月3大产业营业气候测验点两升一降 台积电承诺美方在亚利桑那州 破厂驻晶片长期供应稳定 中国大限电冲击PCB 被动元件和ODM 台加入CPTPP日本澳洲商品 王美花指出受冲击食品业者也积极支持 来关心台股 在中国恒大事件及限电扩大等利空冲击下 台股今天开高十七点后一度翻黑 由航运及造纸撑盘 随着电子股转强指数翻红 突破一万七千三百点关卡 最高来到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五点 上涨超过七十五点 盘中一度由红翻黑 在多宫激战下指数在平盘附近游走 整体来看 近期台股成交量未明显放大 追价意愿不强 成为台股功高的隐忧 不过本周为投信祭地作涨高峰 预期指数将呈现区间整理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中国工厂被限电停产的情况持续升级 苹果和特斯拉部分的关键供应商 已经停止生产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分析 限电措施如果一再扩大 恐将冲击包括iPhone13在内的供应链 中国有九个省应能耗双控 需要大规模限电 半导体导线驾场长科和介林也公告 作装厂也将配合停工五个工作日 对营运尚不会造成影响 但公司预期导线价缺货的情况会更严重 英特尔赤资200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5547亿元 在亚利桑那州前德勒园区 新建工厂FAB52和FAB62 该公司在这个园区的工厂总数将达到6家 根据群制咨询调查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全球车载前装面板出货量 约为七千九百八十万片 年成长约百分之三十四点一 LTPS面板和OLED面板产能用在汽车之上 预估今年LTPS车载面板出货量将达一千九百万片 市场渗透率将提升到百分之十一点九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中国经济现在亮起红灯 先是有恒大债务风暴 近期又爆发限电问题 台经院学者示警 未来中国限电恐怕成为新常态 台商未来随时有被迫停产缺电的问题 必须要有中长期因应准备 中国缺电风暴从制造端蔓延到民生用电 民众措手不及 中共当局一声令下限电限产 不光东北三省 东北沿海生产重镇七个省市 台商大本营的苏州昆山也难逃 据了解台商在当地除了半导体液 面板液还没受影响 PCB被动元件 OEN ODN组装产业 停产到九月月底 十月以后还会被二度或三度停电停产 还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苹果供应链 特斯拉供应链已经饱受冲击 目前看起来中国大陆每一年 未来要达到一个排碳的目标 而且它的排碳一定是 像本地的国营企业先去排 那些外资企业可能就会受到 比较多的限制 所以我们台商可能要做一点准备了 今年开始这种限电 以后只要它碳达风达不到 它每一年都给你来一下 限一下电 所以我刚才会举例像 一二三木头人一样 喊一下你就要停一下 喊一下你就要停一下 最后如果你越界超标了 可能它的政府就会开始处罚你 所以大家可能要做一个 中长期的准备 而不是这个月底过了以后 感觉起来就不会再限电 它的限电以后 可能会变成一个经常性的问题 中国大陆企业因为缺电 只能开三停四或开二停五 干脆提早放十一连价 外媒彭博社分析 这一波电力供应问题造成的冲击 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那台商就要考虑 那我一年在那个地方 不能生产到十二个月 我只能生产十一个月 或者是十个半月 那另外一个半月的产能 我要到哪个地方去调整 然后不管是印度越南 甚至我们现在台商 比较注意的墨西哥 它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关心的重点 我想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供应链转移的契机 北京当局定调二零三零年碳达峰 二零六零年碳中和 水泥 钢铁石化等高耗能产业 用电首当其冲 接不紧压民间公司外资企业 台商势必得做好中长期因应 新台电视高级人审慧同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宏博社中国信电措施影响或超过恒大债务风暴 将冲击亚洲经济 金融时报 空中巴士计划推出三款轻燃料零排放飞机 可望于二零三五年如期上市 华尔街日报 企业并购潮推升企业举债规模 今年已达一千两百亿美元 接近二零零七高点 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时隔十三个月只跌持平 未来3C产品讲究轻薄短小 奈米材料的相关应用显得更加重要 不过目前全球现况 主要的奈米材料生产与供应 面临垄断局面 导致价格过高 阻碍研发机会 一位台湾业者就在高雄 创立全台第一家奈米材料厂 实现一条龙生产 以独家技术帮助台湾 加速奈米材料研发 进军全球市场 小小一台设备占地不到三平方公尺 正在进行高速率的金属奈米化生产 记者带您直集全台第一家奈米材料的生产线 像是记者身旁的这一台设备 九十分钟大约可以生产三十公升的奈米水溶液 分散液里面只有两种成分 一个就是纯水 一个就是奈米 所谓分散就是你这些奈米的颗粒 它悬浮在这个水里面 或是各种容器里面 它不会互相团聚在一起 它不会沉淀下去 业者强调奈米一旦团聚 就会失去许多应用功能 事实上以奈米等于十亿分之一公尺 要将极为小的奈米能够量产 又能控制品质 对研发者来说可是一大挑战 我们最小的粒径可以量产到两个奈米尺寸以上 这个量产几乎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但量产出来即使能量产 控制它的尺寸的精确度 因为这在许多应用上是非常重要的 奈米材料应用广泛 以光电印刷电子产业举例 奈米化的金属粒子 能在导电颗粒边缘于相对低温烧结 降低接触阻抗可制成导电墨水 应用在智慧型手机穿戴装置以及车用等 达到轻薄短小多工的诉求 已经有很好的导电性大家都知道 我们把它做成奈米级的导电油膜 它可以改变目前封装半导体的许多制程 让它们制程更简易 会有更好的效率 投资成本会降低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开端 而且已经接近要开花结果的阶段 目前奈米材料以北美 欧盟 日本 及韩国为主 以全球现况来看 奈米材料生产与供应 仍属于垄断局面 导致奈米材料价格过高 阻碍研发机会 十多年前 台湾奈米材料厂商汪志阳 就看到了奈米材料的重要性 因此在台湾创立公司 实现一条龙生产 约约的估计 我们的把金属化 金属奈米化的技术 我们认为超越了欧美 超过四年的时间 除了跟我们本地的企业 能够做最密切的 这个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 来发挥提升大家 共同的国际竞争力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全球奈米产业产值 近四兆美元 汪志阳认为 台湾人才素质高 非常适合发展奈米材料产业 结合相关产业链 祖国家队 进军全球奈米市场 但您看到明天九月二十八号 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在主席鲍尔与财长叶伦参院作证 美光财报 深保连扬法说会 台北国际像素胶工业展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我们明天再见 by bwd6